還有這個牛肉丹和這個雞丹 我今天的午餐就是這兩個丹飯和這個湯了 好了 那我們現在一起吃一下吧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到潮日游的Youtube Channel 我是Lotto 這次又要介紹很多日本的東西給大家看 我們現在看到桌面上有這些一罐罐頭 那它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它這些就是防災的食品 為什麼會設計這些防災的食品呢 就是你也知道其實日本很多時候都會地震 或者有一些天災這樣的情況 他們就很聰明地預備了一些罐頭食物 就可以放在家裡 當有需要的時候就可以吃了 平均一個罐頭可以放在三年 基本上香港就不會有這一類型的食物 吉野家的牛肉丹 牛肉飯 即是我們的 這個可以放多久呢 這個可以放到2023年的7月 現在2020年 即是有三年的可以保存期 它除了牛肉丹 還有雞 還有豬肉 總共有六隻味 今天我就會試一試 這個到底好不好吃呢 還有一個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其實這個在東京是比較好出名的 它在自動販賣機那裡可以賣 關東煮 平時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會在便利店經常買它來做宵夜 是日本的味道 這個 這個厲害 這個又是2023年 2023年的3月9日 這個就是我們的日清小雞麵 這個大家都應該很清楚 你都知道它的味道 為什麼它這麼大罐呢 其實它就是有兩個在裡面 它原來是有碗、叉、調味料的 只要你一開了它的時候 你就可以馬上吃了 不過當然啦 你要有滾水 除了吉野家罐頭 還有吉野家牛肉湯 不過這個不是保存期很久 其實這個最近就是我們最喜歡的一件東西 NOTTO 都是會極度推介給大家 不過它的保存期又不是很久 大概一年左右 最近我們就搞活動送給大家 我相信很多人試過 哇原來裡面真的有肥牛的 我待會也會開給大家看 由於我今天只有一個人 那我要吃這麼多東西就不可能 所以就分上集和下集 那這次第一集就先說吉野家 就有這個牛肉湯和這個雞湯 我今天的午餐就是這兩個湯飯和這個湯 好啦 那我們現在一起吃一下吧 那我的午餐就會吃這個牛湯和雞湯 我現在就示範了沖這個牛肉湯給大家看一看 那我準備了一個大碗 其實這個湯呢 除了人可以當作湯飲料 可以放些飯進去做這個湯飯 用茶漬飯 我們一開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壓縮了的湯包 其實就是這樣 那放了它下去了 我現在就沖水了 那裡有餐廳 也有牛的 是肥牛 看到嗎 真的肥牛的肥牛 而且整個湯是超日式的風味 那我喝了一口湯 肥牛 好啊 嗯 還有洋蔥啊 這個真的超好喝 如果加上飯的話應該真的很好吃 真的拿到牛丼了 好緊張 好多肥牛啊 是這樣的啊 肥牛啊 我先試試 真好吃 好吃啊 然後呢會有飯 我先試飯 它的米呢 好吃啊 跟我們平時在吉野家 吃到的是有一點點不同 但味道是相似的 當然呢 一刻是凍食 如果我待會在班熱渠應該超好吃 嗯 吃不停口 這個牛肉丼 正 很棒 吉野家的雞丼 平時我們呢 在吉野家都會吃的 好啊 又很緊張了 這個樣子呢好像很相似的 不知道味道是怎樣呢 是不是一樣呢 那我先試一下雞 看看這個就是雞了 都好像粗粗的 我先試一下 這個雞 是比較粗粗的 沒有牛肉飯的好吃 它的味道呢 好像有點相似 兩款試吃完之後呢 我覺得呢 首先呢 左邊呢 是這個 這一邊呢 的雞呢 比較粗粗 但是飯呢 味道 的醬汁呢 又好像比較好吃 那這個呢 牛肉丼呢 它的肥油呢 是肥味的 有脂肪的 你會覺得 那它的飯的味道呢 是鹹的 分別都帶的 大家認為我應該弄它來吃 試一試 叮一叮 喔 出了煙了 翻叮了一會兒 那現在就可以試到 熱辣辣的感覺是怎樣 試試 嗯 熱吃呢 又是另一番風味來的 嗯 好吃 加上這個牛肉湯呢 我這個午餐 簡直是 很完美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呢 試了這個 吉野家的牛肉丼飯 和這個 雞飯 整體來說呢 很好吃 我覺得呢 飯呢 的口感呢 是非常特別的 而且雞和牛的味道都很不同 至於呢 它像不像吉野家的口味呢 它是有一點點像 就是有30-40%是相似的 60-70%是不相似的 是 另一種味道來的 而且呢 它的肉呢 是幾多下的 所以呢 其實大家呢 買回來不妨一試 因為它很方便 一開就去吃了 很適合我們這些 香港的懶人 做燒肉 下午茶 然後呢 也很好 介紹這個吧 就是吉野家的牛肉湯 又真的有肥牛在裡面 又有洋蔥 又有蔥花 還有一點點福氣 它的口感呢 是不錯的 我覺得呢 即是蔥湯來講 它的菜都叫做 比較多一點點 當然你不要 預計它是 嘩 很豐盛的菜 當然不是的 它其實呢 是推薦大家 可以再放一碗飯 那就變成茶漬飯了 那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都是我們懶人之選 哈哈 全部都值得一試啊 那麼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朝日遊的youtube channel 這個吉野家的部分呢 就是上集 下一集呢 我們就會試這個 關東煮和日清雞仔麵 記得訂閱我們的channel 就很需要你們的支持 那就繼續帶更多日本好東西給大家啦 就這樣先啦 下次見啦 拜拜